而這個Prologue的功能叫Factorial 什麼叫Factorial呢? 譬如5的Factorial等於5乘4乘3乘2乘1 所謂Factorial 0,1 意思是0的Factorial等於1 而n的Factorial等於f 而f怎麼找呢? 如果n大於0,同時我們把n-1 變成4,找4的Factorial f就是把n原本的5 乘4的Factorial 再叫自己,4的Factorial就是 4乘3的Factorial 而3的Factorial等於3乘2的Factorial等 舉例子,譬如我想 一個查詢就是Factorial3等於x 那x等於什麼呢? 先叫第一次 n大於0 然後n-1變成2 就叫2的Factorial 2Factorial怎麼找呢? 2大於0 減1變成1 再叫1的Factorial 而1減1就是0 0的Factorial根據第一個 rule 答案應該是return1 回來的 因為F是大階 所以它會return大階 變數的數值回去 所以這個return1 1乘1 這就是n乘F1 所以答案也是1 再將這個1 乘2 所以return2給別人 而2 再乘3 這個3就是n 所以答案就是6 在整個過程當中 prologue會先測試第一個 rule 第一個 rule 如果不行就測試第二個 直到它測試為止